進來 進來 抗議群眾衝破驗票口 直闖台大田徑場 台上藝人還在彩排 抗議群眾在台下拋撒名指 甚至搶佔舞台 為了就是要阻撓 中國新歌聲 台北場演唱會的進行 而場外也引爆統獨衝突 不要打他 捧錯黨成員 手持甩棍毆打學生 9月24號這天 原本一場演唱會 卻演變成流血衝突 社會事件變成政治事件 台北市警局快刀斬亂馬 火速撤壞轄區派出所所長 台灣大學是基於 學校的校園自助的原則 據得警方派員到場維持秩序 強調校方主張校園自治 警方不移進入校園 導致場面失控 公權力的手遭到自治 兩個字捆綁 原本以為只是個案 但沒想到不到一個月 卻爆發破酸民案 男子倒臥血破中 警部還有一道長長的傷痕 警方到場發現他已經明顯死亡 11月20號凌晨 台大心理系謝姓碩士生 被張姓外校生在校園裡發狂追趕 後頭的張姓兇嫻 遲到揮砍 最後自問身亡 基本上就是破掉手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男子有拿刀子投完之後 投自己 然後就是男生自己就倒下來了 但在這之前 死亡的張靖胸嫻 現在研究生宿舍外 等待謝姓被害人出現 兩人因為有感情糾紛 進到宿舍一樓的交椅廳談判 過程中胸嫻拿出 裝有硫酸的玻璃瓶 夾接藥喝水 卻朝著被害人潑灑 意外波及 陪同的洛系男學生 以及宿舍呂保全 有拿出來 我有叫他把他蓋起來 他有說要把他蓋起來 躺在病床上 全身多處都被硫酸灼傷 之前因為感情談判 演變成了波酸事件 造成一死三傷 一個月內接連兩起 重大社會事件 在校方眼中 似乎不能再把 校園自治的本位主義 放在第一位 11月7號 我們有跟學校 開了一個校園安全的會議 也針對校園安全的一個機制 我們也做了一個討論 針對擊破案件 我們會一邊處置 一邊聯繫住警隊 我們請同仁到達現場後 如果有現金犯 我們會依法來做一個逮捕 為了怕重大情案再度發生 校方加強和轄區警方的合作 確立溝通管道 縮短警方到場時效 就是怕校園自治 形成一道無形的圍牆 布局檔處公權力 更讓校園成為自然死角